在今天到目前為止六位先生選擇中 包括前面舞蹈表演跟才藝表演 都是用舞蹈來呈現的 對 現在純用舞蹈 我覺得她的強項 她的才藝也是舞蹈 好 我來先自我介紹一下 大家好 我是邀浩三帥的桑凱凱 希望大家會喜歡我們的表演 我喜歡凱凱的朋友 他的編號是06 所以你們就編寫點去 MG06他發送到55968就可以完成投票了 是 來 揮個先生 我幫第一段跟第二段做一下舞蹈 他也可以這樣選擇 我們沒有異性違反 要不一樣 如果對舞蹈 你覺得第一段跟第二段什麼 啥子在哪裡 第一段他比較帥氣一點 第二段 然後第二段就是 所以比較性感的人 是不是一樣 不是 第一段有一個男生 然後整個過了一個男生 第二段把男生都講回家 她有什麼優點讓我們知道一下 嗯 就像妳的氣體挺好的 對啊 然後這個二十陣子 做了哪一些準備 嗯 因為我之前比較散場 就是我覺得可能跳那種MV5 會比較偏心感覺 然後因為第一段他是比較帥氣的 然後有點LA的 然後變起來比較辛苦 第一段帥氣 你為什麼不服裝別人很帥氣 然後再拖亮跟自己剪 對不對 你是不是感覺有變嗎 因為剛剛那個第一段突然後面結束 我不曉得 結束了 其實兩段表演的結束都很快 結束很快 可是就是你既然說舞蹈表演出 你最擅長的部分 但是兩段表演的編輯 就是Ending 好結束了 然後因為你也沒有給我們結束的感覺 甚至Ending Force 或者是什麼 那才藝又遇到一樣的問題 你又選擇了舞蹈 那結束了我們也結束了 就是你沒有一個帥氣的結束 或者是說一個讓大家知道說 我表演完了 舞蹈 這樣的一個一個表達方式出來 所以就會讓你看的人 會有一點Workout 是不是 講話 對 對 我剛剛一正過環 Kini Paul老師很想講這個 就是針對舞蹈的部分 有一些專業的進行 對 因為 我看的算很努力在練第一段的舞蹈 它不是很擅長的 但你知道重點就是在於 如果你沒有很清楚的表態 要繼續看那些差距性的 所以它想要從髮型 服裝 道具 你要很明顯的落差 那我覺得其實你今天問題最大的是 其實配件是好看的喔 那問題最大的會不會在走路 你的走路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會導致你所有的舞蹈 只要在走位的時候 它看起來都會像動調 所以你的安靈看起來 會讓我們覺得很不悟 你把現場走一次讓我們看一下 還是是不是你不習慣 跟高跟鞋的動物 應該是 平常很少穿高跟鞋的動物 往後面 走台股的代表 走台股的代表 來跟音樂嗎 台肌 來 請 好可怕 你把我靠在身旁邊 你把你哭在 你把你哭在 我就是這樣 也沒有音樂 是 直接走出去 你慢慢來 好 就是等一等到 如果直接往往走下來 好不好會加分 掉下去 不是 那台股要有一種胖度 所以你要那種 試在那個人在那裡 你會跳一下自己就冰掉 然後就會感覺是 你知道 有始沒終 所以要看不出你的恩利在哪裡 然後 反正就心裡 因為你比上一次好玩 你說算是我記得 好像我請你把佛法綁起來 對不對 所以你今天整張點就很亮 然後塗裝 你精心做了準備 就是說 在這些準備距離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因為你的舞蹈能力 會 其實是夠 但是你的走路 會讓你覺得說 我可以這樣跳 為什麼總共落差會這麼大 那這部分就會讓你來擔心 因為其實 如果是團體的表演 走位很重要 你這樣的表演 你這樣的跳舞模式 在一個團體裡面 它會讓更年直跳舞團員 可能會沒有辦法走位 所以你要想一下這個部分 如果你希望造立一個團體 我都不說話了 家綺老師 那今天的衣服 是這幾位下來看起來 我真的覺得那種秀感的 舞台感的 它比較合情的是 我剛才在謝忻大哥聊到說 為什麼這幾位都是舞蹈的 感覺很好 我分數都願意給很高 可是到了才藝表演的時候 都自己好像把它降下來 因為我會沒有加分 就是說你整體的感覺很好 你想表現是一種性感 可是你的塑膠閃遮 但是你是穿全黑的衣服 那可能在這種小道具上面的 應用的話 如果可以讓你加分 是最重要的